是 人生一大哭刑 每人当前 却一人在人 那便不受这哭刑了 当真 什么 不行 今天太晚了 不变 这是什么 七十二十 你干什么 为什么不让我看 你不是要提高我的法术吗 明天教 明天教我 那一定要教我 莫言我困了 记得明天一定要教我 跳 我 爹 小老仔 走 你 走 月儿 你可使得此魔 之前一次注目行动 我也要不然 怎么回事 感觉体内的经络 像被疏通了一般 怎么了 我做什么了 你吸收了那碎片 我 我不是有意要吸收那碎片的 我 我不知为何会这样 莫言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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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下山吧 别再相信我了 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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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玺 对不起 我猜 你根本不是真正的宣言欲望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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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死等不堪入目的画面 确实是要行家法了 二夫人使不得 来人 是 我看你们谁敢 我还以为是什么厉害的法术呢 原来是个花架子 还等什么 给我上 是 我 月儿 你可知错 我没错 死丫子还不应 把他给我绑紧了 是 是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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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可惜 差点就可以把他杀了 放开我 你死老太婆来得真不是时候 亏我还陪着他演了一场戏 我 等到我喂 炎儿 你这一走 墨家的事物怎么办 你也知道 最近 魔族异动不断 你要担起着墨家的重任 呃 再说 你姨娘不也是为了你的面子吗 父亲 如鱼银水 冷暖自知 我尚未觉得丢了面子 姨娘此举便是月祖代庞 多管闲事 若我因此觉得姨娘这家头外扬的所作所为 也丢了我末将和父亲您的面子 我便出手代为管教一番 父亲可是认为 也在情理之中 自然不是 本来这次 我为了维护自己的妻子 大可以教训她一段 此番看在父亲您的面子上 我便不重蹈她的覆辙了 我爷 你说了什么话 我虽然她没有母子之情 但也当她是个长辈 我尊重她 她却不尊重我 以后 我要收回我的尊重 她再有任何月宪的行为 我绝不顾惜 真是岂有此理 滚出去 滚到你娘的小船中去 她 关于她的身份 你怎么想 其实我早有察觉 她可能并不是宣元宇 我也觉得奇怪 你说 为何她嫁到墨家这么久 宣元家一直没有露过面 我原以为 是两家这几年疏于走动了 但前一阵子 却听闻大伯前往宣元家探望他们大当家 据说 三年前大战受的伤 这过了许久 还不见熬 那毕竟是说天下的时候 毒性魔器 并没有完全进化 想必 是落下了终身的病根吧 不过 我们成亲也有些时日了 尤其是 育儿与那司空之事 闹得人尽皆知 她爹和她娘却不闻不问 正如你所说 不合常理 想必 不是自己的亲生女儿 才如此不上心吧 还有一件事情 有些蹊跷 我去宣元家打探时 听闻他们府中 这三年来陆续遣散了许多家谱 应当是财力不济的原因 我找到了其中一位嬷嬷 她是在大婚之后 离开宣元家的 她却说 小姐们都走了 用不着自己伺候了 小姐们 对 人呢 那条鱼呢 跑了 那条鱼我快碎片 那你怎么不抢呢 还没来得及 你就吓走它了 那现在怎么办 至少我们得知了不少的信息 比如说 比起这个 我更想知道 她为何说你是她的治安 她 她说了吗 说了 二位 这是重点吗 是 可是 我明明就不认识她嘛 先来了一个司空少云 如今又来了一个 一个摩加罗 你 你什么意思啊 我的意思是 夫人你魅力太大 养牧者络绎不绝 那 那你也不黄多让啊 你可知道射箭大会上 有多少女子偷看你 她们可没像摩加罗一样 有这么大胆的誓爱发言 那你是不知道 她们可是当着我的面 我的面快地积落好呢 停 滚 我去打点野位去 我家人都是 什么意思 司空少云 还没忍错 你要带我去哪里啊 我去哪里了 来 来 去哪里了 去哪里 啊 去哪里啊 我去哪里? 我去哪里了 那里 你 你 你不要回来 躺躺 没受伤吧 还没来得及 你就这么醒我回来救你 小虾 别怕 是龙鹰 专门克制使用声音的模作 嗯